《老庄漫談》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老庄漫谈 真的很慢 没有关系 我们的时间是慢的 但是我们的节目并不慢 东西可多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到 在我们的一个大主题里面叫奥匈 不过奥匈它包括一个蛮复杂的区域 后来我们有稍微提到 就是说它是所谓的欧洲的一个火药库 所以各位你可以从我们这个标题里面去提到 巴尔干还要慢慢的谈 真的是慢慢谈 因为这个里面的复杂的程度 可能各位想象不到 不过我们还是比较快速的 因为会觉得无聊 但如果你对这种背景 或是你想要到这个地方去捞捞 好咧我们讲走一走 了解一下何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开端 早期土耳期我们讲在这种不好的话里面 有提到叫做巴尔干 什么叫巴尔干 巴尔干以前其实是有点鄙视 就是说看不起 很多地方的地方 那个山很远 然后那个地方的树林又多 那表示是野蛮的所谓的民族住了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会有巴尔干是因为早期的奥图曼当时候占领这个地方 那占领完以后 当然这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 不过真正的这个区域或是我们用一个半岛的讲法 它其实是从19世纪初期才有德国的地理学家把他提出来 那这个地方是蛮大的 超过50万以上 应该差不多55以上 所谓的土地的面积 还有包括5000多万的这些人 可能现在都超过 在1999年的时候就有提到 那可能在这个地方 对我们来讲巴尔干到底是在哪里 很难去形容 那到底是欧洲还是亚洲 因为如果按照奥图曼的地理位置来讲 土耳其现在来讲算是亚洲的大部 那欧洲是对 欧洲是对的 但是欧洲有包括东欧 它到底是不是东欧 如果各位可以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得到 如果用巴尔干来讲 它其实是靠在欧洲的东南边 所以巴尔干到底在哪里 巴尔干就是一个半岛 如果用地中海来讲 巴尔干它其实会有所谓的 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区域说 就是说它到底它的区域是在哪里 或包括哪些地方 所以当然就有很多的讲法是说 包括所有的地方都叫巴尔干 什么叫所有的地方 包括我们讲罗马尼亚 这个所谓的保加利亚 甚至包括土耳其的一部分 那如果用一个地理上的比较标准的讲法 有些讲法是说用一条河最标准 叫做多脑河 那如果你要按照那个大区域来讲 有些讲法说包括地中海的那个塞浦路斯也是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不过我们还是以巴尔干半岛本身的一个主体来讲的话 那它有所谓的二河 两条河 就是说包括多脑河 还有它的一个支流沃沙 还有六个海 那其实这六个海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的一个海 这个可能这张地图可能看起来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为什么呢 它有六个海 那最西边的海叫做亚特利亚海 那对面呢 巴尔干的对面其实就是意大利 那出海 就是说从这个意大利跟这个所谓的阿尔巴尼亚出海口 那个海峡出来的就是阿尔尼海 那东边我们有提过一个叫做爱琴海 那从爱琴海那边会有一个缺口 经过达丹尼亚海峡 然后进入到有一个内海 其实这个海是一个内海 叫做玛玛拉海 然后从博士普鲁斯 然后进入到所谓的黑海 你看这样就变成叫做六个海 复杂 刚开始就已经这么复杂了 还要讲什么 所以各位应该要从地图会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给各位一个比较多的图片 所以人就不用看得太多 文字也不要看得太多 那个图片也多看一遍 所以巴尔干到底有哪些国家 很多 这个叫做很多 如果我们要全部含在里面的话 那从A到B C 然后K 有一个K就麻烦了 这个叫做科索沃 科索沃以前是属于在所谓的塞尔维亚的 所谓两个自治区里面的其中一个南部的 然后来独立了 所以独立以后又很麻烦 因为它有关系到是西方的同意跟所谓的共产国家的不同意 所以搞成一片大乱 那有几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 包括所谓的罗马尼亚 还有罗马尼亚上去一点点叫莫达巴 那这个地方就太远了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地理上的一个讲法 叫巴尔干山的北边的话 那他们也不大算 所以像这个区域来讲就比较复杂 我们刚刚提到 所以包括什么 包括到底希腊算不算 你看我们以前有提过希腊 希腊我们常常会想 它是在欧洲对 西欧吗 不是 其实它算在南欧 那如果它在南欧 它又不算独立的一个区域 它是连结在所谓的巴尔干最南边的那个交界的地方 所以你看希腊到底包括巴尔干 那我们常常会用巴尔干 希腊好像不是 但是如果你用这张地图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很明显的看得到 在希腊的北边 它有一个新的国家 叫做马其顿 叫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那最早 我们提到马其顿 不能光是讲马其顿 你就要讲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那这样大家都知道 奥巴尔干你讲的 就是从这个早期的南斯拉夫 分离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国家 在希腊的北边 所以其实希腊有连结的阿尔巴尼亚 连结的马其顿 甚至保加利亚 还有在东边有一块很微妙的地方 它是一个平原 叫瑟雷斯 瑟雷斯平原 那连结谁 连结着所谓的土耳其 所以你看 那从这张地图比较清楚了 最底边是希腊 最右边的那个灰色的那个是土耳其 现在的土耳其 北边的黄色就是马其顿 你看 如果用这张地图来讲 最东北边的有一个绿蓝色的 这个地方叫做摩托巴 以前就从罗马尼亚 或是从乌克兰中间的一种势力的交错的点 很穷 但是那个地方很漂亮 各位其实值得去走一下 像很偏僻的很落后的地方要早一点去 那早期的巴尔干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的进步 所以被视之为野蛮人住的地方 包括早期的部落有一种叫做达尔 达尔是现在的罗马尼亚 那些人就来到了巴尔干 从哪边来 应该是从欧洲的各个地方过来的 那当然可能是从亚洲 这些人可能从亚洲过来 经过了所谓的巴尔干 然后进入到现在的所谓的东欧 所以各位如果从这个地图上 当时候有所谓的义主的入侵 然后经过了所谓的波斯 或是希腊的这些国家的统治以后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来到了所谓的罗马的帝国 但罗马当时候就把这个地方怎么样 占领然后挂分然后重新安顿 变成他们自己的这个行神 所以当时候的罗马帝国来到这个地方 就把希腊分成三个省 其中有一个叫马其顿 后来当然马其顿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就怎么样开始上来了 最后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叫亚里山大 那在六世纪的时候 斯拉夫我们讲 现在真正的东欧的这些的 所谓的斯拉夫的民族来到了 然后住在北边的我们讲的叫东斯拉夫 住在比较偏西的叫西斯拉夫 往南走的叫南斯拉夫 出来了这个名字就出来了 所以早期这个地方有经过很多异族的统治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在这个地图上 这个就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候 他们所看到的一个地中海的所有周边的行神 所以我们的省走哪边呢 我们这个省就是从罗马帝国来的 所以当时候在六世纪的时候 包括所谓的奉斯 我们讲奉斯 就是类似我们讲胡人 欧洲人讲叫胡人 从东兵过来 那亚兰 我们讲Avans 柔兰也过来了 然后斯拉夫也过来了 来到了所谓的现在的罗马尼亚的地方 那真正呢 当时候的这些帝国呢 到底有没有占领这些地方 是四散 是涮涮 并不是呢 非常完整的一个统治 所以各统治各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从早期到现在呢 其实呢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 所以最后呢 在他们这个所谓的 占领的这个帝国当中呢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他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共和国 但是呢 在第四次的所谓的 十军东征的时候呢 因为教宗有借用他的 所谓的这个船只呢 他的军律 所以呢他上来了 他上来的时候呢 就在东征的时候 顺便就把亚特里亚海 这些周边的所谓的省份呢 就占领了 包括呢 有一个地方呢 就非常出名了 现在的克罗伊西亚 叫做达拉玛西亚 所以包括亚特里亚海 甚至呢 当时候的所谓的 军事坦丁的宝呢 就被这个威尼斯呢 怎么样 操的一塌糊涂 而且呢 被搜刮的一塌糊涂 各位呢 如果呢到过威尼斯 那上面呢 有所谓的铜马 那些呢 从哪边呢 就是从军事坦丁宝过来的 所以呢你看呢 在整个这个世代里边呢 其实呢 巴尔康 他的这个背景呢 是非常的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过太多的 所谓的益主的统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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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